大家好,我是凯文,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准备用简单的话和大家解释 为什么配平轮它会转动 配平呢就是让飞机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从而减轻机时控制飞机的压力 你想想飞机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你就不需要总去控制它了 那你的压力不就大大减少了吗 那配平轮也只是配平了一个多少的体现 配平轮会转动的原因大概以后有三种 第一是机时按动配平键 其次呢就是自动驾驶它自动配平 第三个就是飞机系统的辅助性配平 在这三种情况下配平轮都会刷刷刷的转起来 前面两个其实很好理解 第三个可能是大部分朋友的问题所在 它为什么会转 简单的说你在手动控制飞机的时候 此时飞机的状态是在状态A 但是呢你给飞机预定的此时的状态是在状态B 那么系统呢就会认为你可能需要帮忙 所以辅助性的替你转动配平轮让你回到你预定的状态B 说到这里呢也要提提7378也就是MAX 它的MCAS系统 18年和19年两架客机的空难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MCAS系统在机师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 去转动配平轮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不过现在大家也不用害怕了 波音已经把这个系统的缺陷弥补了 也就是说MCAS系统它的功能更加完善 哪怕是在需要帮忙的情况下 MCAS它也只是有限制的去帮助 并不会说一直帮到底 好了今天的小讲堂就说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给我点赞 给我多一些下次再给大家做小讲堂的动力 今天的影片给大家准备的是这段时间录制的起飞和落地的总机 因为我发现大部分朋友他都比较喜欢看架唱的操作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期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看什么或喜欢下一次我在小讲堂里面说什么 请在评论区下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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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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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